嘿 说西游宣章就这 老玩家都不一定有的宣章 宣章 它有什么好的 又不能吃又不能玩的 快玩笑 宣章可是在迷你世界里 向别人展示 你是不是老玩家的重要艺术 像我 可是有这么多的宣章呢 多多的 哦 说说这玩意儿吧 能吃吗 什么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宣章 可是他们也没什么用 怎么没用 大家看你主页的时候 如果你有一些别人没有的宣章 你就会格外的与众不同 还有一些稀有的宣章呢 可是非常难得的呢 不行 我得赶紧去刷呢 你这是在干什么 刷宣章呢 就你这样随便走走就能刷宣章 那个不 这可不是一般的地图 这就是随便走走 就能刷生存大人宣章的地图 我才不信呢 不行你就看着吧 差不多过来 走出去看看 就你这样的 连个生存萌新都算不上 真的有生存打人宣章呢 怎么可能 我就说呢 这是专门刷稀有宣章的地图啊 这 这一定是你之前没有邻居的 我才不相信呢 那你来试试看呗 我看看 你这里还吹极限战神 啥呀 一个极限战神寻章都没有啊 那 那是 因为 以前我都没注意过 捏魔者也只有一个 宝扎念手只有二十只 行吧 只要你听我的 我保证让你在五分钟内 把这些宣章接起 真的吗 快告诉我要怎么做 先收拾这个明年号 然后下架右边这个 宝扎念手加捏魔者接住我 进去之后 你可以发现一大堆的箱子 然后不停地开关 开关就行 不是吧 这箱子里什么也没有 你让我开啥呀 快上去呀 只要你看到大概一百来就上去 你的宝扎念手身上 就可以积极呢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我向你出看 够了没有啊 我手都开动了 不够不够 继续开 泥泥 不够 继续开 我不开了 这箱子里什么都没有 一天天的我都在白看活 行吧行吧 你来到时候 宝扎念手 宣章没有机器 你可别怪我 那你现在 就是要在极限战胜 将生存打人地图 什么 这可是极限生存 还只有一条命 你你救命啊 这么多怪物 你这是坑我的吧 哎呀 看这那东西啊 像是你有个少年 只要你把他带上之后 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呢 真的吗 让我试试 哎 他们好像都不打我了 这也太神奇了吧 哼 让你揍我 这事呢 就是把上去你的宝贝 全部带上 然后出发出练夜星 我知道啦 这就是我们打boss的神器 在极限生存打boss 那肯定能获得勋章啦 说走就走 咱们出发 这就是练夜星了 嘿 冷我来啦 嗯 本来这只 你火车背包都没带 这我研究你挑干嘛 啊 我忘了 最好你有面积护体 能免疫一切的伤害 要不然你出场呢 少年保佑 少年保佑 这次是我粗心大意了 我下次再也不贵了 这就是黑龙的巢穴了 嘿嘿 大黑龙我来啦 妮妮 我直接点击召唤 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呢 黑龙猪奶奶 本来这只 你拿你手上的念魔神器 直接进攻就可以呢 好的 没问题 这 这就没有了 我还没开始打呢 这个就是念魔神器的威力 说能让你五分钟 就能收集群杖 那神器肯定得厉害 妙啊 那我赶紧召唤第二个黑龙 出来吧 容颜黑龙 呦 没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的 打过boss 好玩好玩 再来一个 虚控黑龙 真是无敌啊 既然这样 就用传送卷轴回到起点 咱们再去磨野心的石巨人 先在中围放上四颗宝石 就能召唤boss 嘿嘿 石巨人出来了 接下来用我的炼魔神器 虽然石巨人比黑龙更厉害 但是打他还是毫不分力的 还有这个二级的石巨人 一定得打他的核心才行 这就打败了 可以呢 可以呢 反正这下你就别呼呼boss呢 赶紧就看看你的寻张怎么样的吧 我看看 诶 保存猎手可以允取了 嘿 我就说你上次看的还不够 要不然就直接全都结束呢 还有一个极限战神 哇塞 这下是所有的级别 都能结束了吧 妮妮 你推荐的这个方法可真棒 那当然呢 谁要结束石友勋章的小伙伴们 也赶紧去试试呗 嗯 看看你们能获得 多少个石友勋章 嗯 然后呢呢呢呢呢呢的 加油 이�iors伝人